剛剛的部分的話,基本上做完了 不過會有個問題,什麼問題 他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必須要取到整數位 整數 這邊有提到整數 所以剛剛我們出來的資料其實有小數點 只是說因為格式 它格式要到整數,所以看不到小數點 但是不是真的 幫你把資料 變成整數 只是說表面上 像這個是49 只是表面上讓你以為 是取到那個 它實際上裡面存的 還是49.2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變成 49或者變成50的話 那特別注意它題目 因為裡面有剛好提到 它一定要用一個函數叫rump up 那什麼叫rump up,就是說 它如果資料本來是49.2 只要後面有小數點位數的話 一律呢無條件 淨位的意思,所以特別注意 那我們還需要把這個最後結果 在外面包一個 這個rump up的函數 那rump up的函數怎麼加上 就比較簡單 一般習慣是 把剛剛的公式 不包含等號把它剪下來 然後呢,你再插入一個叫rump up的函數 rump up應該是在數學 我印象中應該是數學 裡面的話 有一個r開頭的 rump up 這邊有一個 它基本上rump rump的是四捨五入 rump down的話是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剛好我們需要的是無條件淨位 所以你就找到一個叫rump up的函數 按確定就可以了 記得在數學三角函數裡面 然後呢,把剛剛的資料貼到哪裡呢 貼到第一個參數叫rump 它的資料在這裡 49.2 然後另外的話你要取到小數點第幾位 如果你要取到整數位就輸入0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49.2 取到整數位 那因為無條件rump up近位 所以變50 所以最後記得 這個結果應該是 顯示是應該是50才對 如果顯示49那就不對了 ok 那當然以後呢 如果你要小數點第二位或第三位的話 你只要加 數字是正數的話 1的話就是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如果是2的話呢 那就小數點第二位 一之類推 如果是負的話呢 剛剛是0嘛 是整數 如果是負1的話 它就會取到什麼 如果是負1呢 你會發現喔 它會取到整數位的前一位 就是49的這一位 也是無條件淨位 ok 所以喔 理論上我們這邊輸入0就可以了 好 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就自動淨一位了 那底下的話呢 就把它向下填滿 OK 你會發現 基本上 很多 資料 只要有小數點呢 就自動淨一位 也就是喔 有點像是免費送你1公斤的意思 OK 但一般你是希望 你的標準體重 標準體重應該是越多 這是標準體重 所以 標準體重越高的話 你假設 你這樣算起來應該是 很划算的 因為除非是你自己的體重 如果 假設無條件淨位 你會莫名其妙多1公斤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 增減體重 那什麼叫增減體重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它的標準體重 這個是它的現在體重 那它一算應該是它應該 應該要增5公斤 所以如果是正數的話 那就直接填上它應該增加的體重 那如果相反的 像這個是它的體重 可是它的標準體重應該57 所以怎麼辦 應該是什麼 應該要減-1公斤 可是它顯示的 不是要顯示的 它上面是要顯示一些文字的話 那怎麼計算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題目要求 題目的部分它要怎麼 在第二題 儲存個I 也就是剛剛那個增減體重 等於標準體重減掉體重 所以呢 標準體重在這裡 減掉它的體重 所以我們等號等於什麼 給它一個計算公式 那計算公式的開頭一定是等號 等於什麼呢 它的標準體重 這個儲存格 再減掉什麼 減掉它的體重 所以減完之後打個勾 你會發現 這邊會顯示5公斤 那向下填滿 那實際上這個應該是-1公斤 可是它因為前面它這邊有一些 已經給我們的一些格式 所以它看起來看不太出來 到底是正還是負的 所以它底下呢 有一個要求 這個要求是什麼 第三題 那因為它為了要滿足什麼 它要格式 所以格式在第四題 這個等一下再看 那第三題的話 是F62到I的62要平均 所以平均部分的話 它就是要我們把那個最下面 所以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 F62在這裡 一直到這個I的62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選起來 那把上面資料做平均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這邊你可以插入函數 有個Average 或者最快的方法 你可以在上面有一個叫做自動加總 裡面就會提供最常用到的相關的函數 那其中就有個Average 就是這一個 平均值嘛 OK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自動幫我偵測上面的所有平均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自動幫我把 這一個 這個班級吧 55個學生 他們的平均身高 平均體重 平均標準體重 跟平均增減 把它顯示出來 不過它底下呢 還要我們做一些格式上的設定 它說把這個 字改成這個字 字體 然後出題顯示 背景要是 成色的 所以總共有123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把字換成 剛剛顯示的那一個 那一個 字 所以應該是A開頭的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這個字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找一個比較 有啦在這裡 這個字型 OK 直接把它點下去 好 那第二的話呢 出題 因為已經本來就出題 所以不需要改 這個跟這一 那另外的話 底色把它改成成成色 那底色的話 就是油漆桶 改成成成色在這裡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成色 按下去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的設定 那再來第四個部分 就是說它要制定格式 那這個格式的話 其實它有正值 有負值 有相等的 那這個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點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格式的話 必須要在哪裡呢 在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從I的7 選到I的61 所以按Shift鍵 Shift鍵按住再去點I的61 那按滑鼠右鍵 出成個格式 選完之後按滑鼠右鍵 出成格式 那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必須要在哪裡呢 在這個制定裡面 特別是喔 格式裡面有個制定 制定裡面有個類型的下方 就是這個區塊 要填上一個什麼呢 它的格式的公式 那這個公式 就是喔 跟各位講一下 非常 非常的複雜 容易做錯 所以喔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按照它 講的部分 也許你揣摩一下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 就是說呢 按照它題目要的是什麼 如果是正的 那就是顯示幾公斤 那這個幾公斤是x的話 其實就是這邊的0 所以其實喔 你可以這樣啦 就是假設是正的是這樣 0公斤 那如果你要負的話呢 可能你這邊就要再加一個分號 後面的話 就是再給它一個負的敘述 而且給它格式 那再一個分號 就是最後如果相等的話 那因為這個其實比較容易做錯 所以這個部分呢 那我們待會再來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 第二跟第三先完成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的部分喔